各位網友好 今次想跟大家講彭帥和張高麗的新聞 彭帥當然很有趣 因為我的小子叫沈瑞 跟他一樣的名字 彭帥是中國一位很出色的網球員 在世界公開賽曾經獲得過兩次雙人的網球比賽 在幾個星期前 這位彭帥36歲 現年36歲的網球員 在互聯網上發出一封很juicy 非常轟動的公開信 寫給他的情人張高麗 情人或者不是很貼切的名字 因為原來故事是相當複雜 和QK 我在這裡簡單說 但有些細節其實都很重要 信裡面首先彭小姐說 她是一個很壞的女人 首先自責 對自己是自責 為什麼她是一個這麼壞的女人 她說回她和張先生 張先生是一位共產黨的高官 是政治局的一位很重要很高層的人物 她說她和張先生有一次打球 打網球 好像一個朋友的關係 但是當時張先生的老婆都在場 打完球之後一身汗 之後張先生 她年紀75歲 一個75歲女的36歲 年紀相差相當大 好像爸爸和女兒差不多的年齡 但是竟然 竟然 張先生帶了彭小姐去一間房間裡 然後關門 張先生的老婆 就站在門外看水 然後張先生就強行地 和這位彭小姐發生性關係 彭小姐說她當時是不願意發生這段性關係 而且也有哭著這樣去做 她覺得相當之委屈 因為這個很明顯地 就是lack of consent 英文就是說 沒有一個雙方同意的情況之下 發生性行為 這個就是法律的定義 就是性侵 他性侵完這位彭小姐之後 然後張先生就和老婆和彭小姐三個人 共進晚餐 在晚餐那裡 張先生更加去安慰這位彭小姐 就說 世界是這麼大的 我們人類就好像一顆沙那麼小 那就是說 算了 受一點點委屈 就不要在心裏 說這些話 彭小姐之後 就繼續爆更多資料出來 就說 原來兩人的關係 就不是最近才開始的 是由他二十幾歲 就是一個網球的新星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當時這位彭先生的官職是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兩人原來 就是已經有情婦的關係 因為當時 兩個人都背叛著他們身邊的人 就是發生了一段 有性關係的 就是羅漫關係 看來彭小姐當時 就是很愛這位張先生 但是張先生 她的時間 就放在她的事業上高 一直攀高 政治生涯的位置 之後 兩人已經失去了聯絡 有一段時間 關係就沒有那麼密集 但是最近 張先生 就約彭小姐去打球 打完球之後 就發生了 剛剛我講及的事情 彭小姐這封信 放在互聯網上高之後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就已經被官方刪除了 但是看來已經太遲了 因為二十分鐘之內 有很多網友 已經把這封信 重新再轉貼 而且也保留下來 就是公諸於世 這件事 就是說 這封信出了之後 彭小姐 就完全消失了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很多人都猜測認為 共產黨已經禁錮了她 在某一個地方 或者在北京 也不奇怪 就說 最近 昨天 這個世界的網球會 發信去中國 要求 要求他們交人出來 他們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竟然 抓了我們這個 網球界的成員 現在我們不是說 跟你講生意 我們不是說 來跟你講中國 中國 如何發展網球事業 現在 就是說 我們的成員 就是說 公佈有一個性侵的罪案 然後 現在 下落不明 那 就說 很有趣地 有一封的電郵 就由彭麗打出來 但是 信裡面的內容 就有點奇怪 那她就說 所有的性侵指控 都是不對的 不成立的 而且我現在人生 就很安全 請大家不要騷擾我 那一類型的說話 大家看到這封信之後 還變得更加之 更加之擔心 這件事看來 應該 這些國際的團體 婦女團體 網球團體 運動團體 是不會這麼容易去罷休的 我們有待 去看看這件事 如何繼續發展 OK 但是如何分析這宗新聞呢 其實這宗新聞 MeToo的味道 就相當之濃厚 那就是看來彭麗 因為 她出國打網球多年 受到這個國際的影響 文化上的影響 就學會在美國 就由這個 Harvey Bernstein 這個 荷里活 大導演的醜聞 開始 然後引領一連串的 女權 MeToo的運動 就是要打擊一些 有權有勢的男人 如果你叫她做女權 其實不是100% 是對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 一個關於男權的問題 一些有權有勢的男人 他們怎樣 去運用他們的權力 去逼一些女人 去就範 跟他們 去做愛 這樣 所以針對這一種 比較specific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說 女人在我們這個社會 有多開心 又或者 他們的生活狀況如何 是不是有家暴 就不是說這些 類型的女性問題 而是很specific的 說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一個男人 有權有勢有錢 是不是可以強迫 去跟另外一位女人 階級沒有他那麼高 有時候還是依靠這些男人 去賺錢的女人 是不是可以逼他們 去跟他發生成關係 這一種呢 就是MeToo 本身在針對的社會問題 所以這一個彭帥的新聞 其實正正就是一個 MeToo的運動 打擊男權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 我經常都在這個網台 或者我寫文章都是說的 就是說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其實就是打擊強權 最佳 最有用 最有成效的一種武器 可以這樣說 彭帥小姐 就是很明顯地 懂得 怎樣去將這件事 公開去 就用書信 然後發在這個互聯網上 雖然短短20分鐘 但是已經足夠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了 OK 那就 也都令我想起 如果 如果將來 這個中央政府 可以發明到AI 就是人工智能 可以檢閱到一封信 就將這個時間 就更加縮短了 因為現在二十分鐘 那如果有一天 這個彭帥小姐 寫一封信 OK 出了出來 二十秒而已 那AI 立即搜索得到了 有張高麗這個名字 立即把它刪除 的話 可能 這件事根本 是不可能公諸於世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OK 這一個言論自由是多麼重要 OK 多麼重要 我們再深入一點 看看究竟 為什麼言論自由 是這麼重要 OK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權 發表一些真實的言論 但是我們沒有權 去作出誹謗 因為誹謗 就是講謊 作出一些虛假的陳述 OK 那為什麼法律 是要分真和假 true 和non-true 是不是 為什麼true這麼重要 因為講真相 其實那個重點 就是在真相那裡 因為你是想知道別人 你想別人知道 事情的真相 是不是 真相就是張先生 究竟有沒有 在打完網球之後 就咸咸濕濕的 整股味的 去性侵 又或者強姦 這位36歲的網球員 這個就是我們想追求的真相 究竟這個彭帥 有沒有給他一個green light 就是有沒有同意 和他發生性關係 這個是涉及到一宗刑事的罪案 我們是要知道真相 才可以知道 究竟當事人有沒有去觸犯法律 這個很重要的官員 究竟中國是否有法治 依法治國 依法治官 依法治權 這一點就是我們想追求的真相 但是男權 通常有權有勢的男人 他們是不會讓你知道真相 為什麼呢 真相他們是要掌握他們 在他們手上高 他們才有權 如果他們失去了真相的權力 的話事權之後 他們一犯錯 就立刻被人揭發出來 他們就已經沒有這個權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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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